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土团党代表大会今天进入第二天的母体大会 结果呢是迎来了一枚震撼弹 土团党主席慕尤丁今天毫无预警之下宣布 他在明年的党选中就不会再寻求连任党主席的职位 所以今天呢将是他最后一次以党主席的身份 在母体大会的台上致辞 慕尤丁说呢这是为了让路给其他党领袖 来领导土团党 那对于慕尤丁的宣布 土团党的领导层都纷纷感到错愕 他们的熟理主席阿莫法伊莎就形容啊 在那个时候在台上的党领导层呢都很震惊 以至于无法立刻站起来阻止慕尤丁 阿莫法伊莎说不管是从他个人的立场 或者是以熟理主席的立场来看 他都不同意慕尤丁的决定 土团党的领导层在稍后会跟慕尤丁商讨这件事 以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 让慕尤丁可以继续留任主席职位 毕竟他认为慕尤丁的领导 对党的存活非常重要 土团党主席慕尤丁今天在党模体大会上 无预警地宣布在来届党选中 他不会再捍卫党主席职 宣布这项决定后 台下的中央代表纷纷起身挥手 不少代表也举起Darek Balik字眼 要求慕尤丁收回这项决定 甚至还有党员流泪 慕尤丁也在台上嘱咐全体上下 要好好维护土团党 这就是第一次在职位管我的 FanD 그거 我身重的感谢 我必须表扬 就是我只想拥有重备 因為我耳心吴臣 和麻烦 全力而言 我包当作一班来自执法 也许我可以做一件事 可以让我贏拿到最大致的 hvor我贏拿到最大的一件事 我贏拿到最大的一件事 我贏拿到最大的一件事 慕尤丁也在演讲中 抨击西蒙是一个彻底失败的政府 他指出 目的卡民调中心的民调已经表明 安华所领导的团结政府 根本不得民心 慕尤丁说 我们会继续努力重返不成 慕尤丁接着还抨击 他过去所属的政党武统 指武统作为一个马来政党 却无法捍卫马来人的权益 他认为 武统目前在团结政府当中只是乘客 没有任何实际权利 慕尤丁说 如果马来人和土著是我国的多数族群 当他们被边缘化 权利受到挑战或尊严受到玷污时 国家将难以维持和谐以及政治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